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还有点韩国料理的意思 没错 今天我们这一道你看大厨是把卤水豆腐切成了这种小小薄片 大概是一厘米的 一厘米后左右 对 厚片厚片厚片 我们油热上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肉呢给它调调味儿 这个不需要很多 猪肉馅 这个肉馅呢我们稍微给点这个胡椒粉 其实有时候在家门弄的那个虾馅也蛮好吃的 肯定好 那虾呢肯定要比这个肉呢更细腻一些 完全也可以这样做 来点酒给它略微调一调味儿 酒 盐 糖 胡椒 对 给它搅一搅 略微有一点的这个底味儿就可以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烧嘛 我们搅匀之后呢 我们这个豆腐怎么办呢 我们呢给它搞一点这个干淀粉 干淀粉 在上面一磨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夹啊 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脱蛋派粉的食物 有时候会用面粉 对 有的时候会用淀粉 对 用面粉会好一些 用面粉会好一些 用面粉呢它沾腹力会好一些 它这个里面有蛋白质 对 一般面粉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粘性 对 粘性 那淀粉呢 淀粉只是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一种习惯 习惯 因为它这种东西呢 就是拿面粉还要跑到面食间去拿 我们去拿这个淀粉呢 直接就是可以伸手就拿过来 就是说最好用面粉是吧 对 那我们两面呢 都给它抹一点这个淀粉之后呢 给它两片合起来 你那次馅儿不用太多 肉馅儿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到这个干淀粉里面去 这样子 它是不需要鸡蛋之类的吗 那不需要 OK好 这样子 估计这个整个豆腐夹呀 四周周身都会被涂上淀粉 是 定型嘛 其实今天我们这道菜呢 我个人是觉得相对来讲 还是热量挺低的 而且呢吃完之后很有饱腹感 也正好符合春季的时候 很多朋友这个膳食的要求 对 比如说我个人觉得 春天的时候不能吃太油的东西 以免的话 一是长肉 再者不健康 对 是不是春天又有一些 这个季节很特殊的一些 养生的想法 一般呢 像我们吃豆制品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豆制品其实它是低热量 然后同时呢 又是高蛋白质的 春季养生来讲呢 因为春天是生发的节气 我们知道外面的树也发芽 我们人呢 其实也是身筋代谢 非常旺盛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在生长 生长的时候 就离不开我们的营养物质 就是蛋白质 那么豆腐呢 是高蛋白 我们其他高蛋白的食材 比如说蘑菇啊 还有我们的牛肉啊 鸡肉 我们都应该适当多吃一点 这样呢 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抵抗力 让我们呢 能更好的呢 能抵抗这个 比如说春寒料壳 我们还有点冷 那么而且呢 细菌病毒呢 也会滋生的比较多 我们好有力量把它打败 所以这样呢 我们能够更加强壮一些 另外呢 在春季来讲呢 我们除了吃这些食材以外呢 也注意大家呢 就是刚才您说的了 我们要减减肥 没错 因为我们很快夏天就要来了 不需要冬季呢 是储存脂肪的节气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呢 脂肪少一点 对 我们能够多活动 那么因此呢 春季的时候 其实呢 建议大家呢 多运动 出去呢 多活动活动 踏踏轻啊 然后呢 减少一点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 豆腐 我们要多吃一点 绿色的青菜 吃微生素含量 比较高的青菜类的东西 这样呢 对于我们这个解肝 淤肝 那么发散 我们体内多余的热量 都是有好处的 明白了 就是说春天的时候 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豆制品 就选对了 对 流行食材 而且呢 它里面还有一些好处 比如说钙含量特别高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卤水豆腐 含钙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里面有肋固 我们肋黄酮类的一些激素 肋黄酮的激素呢 对于女性来讲很好 有植物雌激素之成 可以美白养颜皮肤的 明白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美味的豆腐夹呢 给它拍好淀粉之后呢 在油温多少长的时候 把它下进去 五六成热的时候 五六成热的时候 最好是能到六成热的时候 就是油温高一点相对来讲 就是略微稍微高一点 现在就可以放进去 现在就可以下了 好 放进去 倒下去 就是这样 这个炸至它的时候 我们的火力不用变 一直中小火 一直中小火 中火就可以 把多余的淀粉呢 一定要磕一磕 就是说它只是一小层 薄层 对 这样淀粉太厚 觉得它会吸不少油的 明白 大叔这个需要炸到 什么样的一个火候呢 炸到这个油 有一点点 它壳硬了 然后差不多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这之间呢 我们要给它翻一下面 我在想着大叔这道菜 为什么我们不给它拖一个蛋 就是说裹一层蛋液之后 然后再这样子 蘸那个腱粉 或者面粉 其实呢 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简化 如果脱蛋了 然后它又会有另外一种质感了 它那种表面上那种硬盒的感觉 就厚一点了 就是那种硬盒的感觉 就会有点软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蛋液的那种软软的感觉 这个有点像我们吃那种炸豆腐泡一样的 是不是有一点硬质的那种 好 我们把它炸熟之后呢 这个把它取出来 看到一边控控油 好 这就可以了 现在换一个小锅 开始准备烧制我们的豆腐夹 那我们另起一个锅呢 来加少许的油 放点这个葱花 姜片 然后放点这个蒜蓉辣椒酱 蒜蓉辣椒酱 对 这个用的料要几勺呢 差不多有一小半匙吧 半大匙 就是大汤匙半匙 对 给它炒匀炒香 蒜蓉辣椒酱 滋味还是很足的 然后呢 少许的肉沫 这个肉沫 因为我们那个豆腐夹里边呢 已经有了 我们少加一点就可以 好 爆个香 现在这个在很多的私房菜馆 烧豆腐真的是一个流行 每家都有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们这一道也算是 比较私房型的豆腐烹饪 来 加点料酒 来点蚝油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加水了 这个加完水之后呢 我们调一点老抽 给它调调颜色 不要太多 好 糖 盐 还有胡椒粉 最后一个点睛之笔 把这些所有的调味品 融在一起的就是水淀粉 我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 那我们这个豆腐呢 就要放下去 六倍给它烧一烧 先先烧一下 这个在烧它的时候 我们的火力就是大火 是吧 还一直大火 大火猛烧啊 我看到这个 这有点像豆腐泡的质感 是 没错 看起来有点干干的 翻个面 两面都给它浸满汤汁的滋味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归芡了 翻个面来 因为它炸过了以后呢 它那个表面上 是一个干干的淀粉的一层 它非常容易吸味的 我们先关火 关火再打芡汁 用这个砂锅的这个鱼温呢 就完全可以拌到了 三个豆腐煎我们是各吃啊 爱人头来的 三个人就烧三个 好 那这个芡汁除浓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好 一个一个给它炒出来 一个 再来一个 今天这个豆腐很精致耶 我觉得 是啊 要不要来点葱花呢 要 好 来点葱花 好 来 最后我们这个炸过的松子呢 松子来一点 给它撒一点进去 超级的漂亮 来吧 我们这边这一道 私房的应该说是松香豆腐盒制作OK 这道松香豆腐盒的制作步骤是 第一步 豆腐切五成五见方的厚片 肉馅调味备用 第二步 豆腐拍干淀粉 抹肉馅盖上另一片 制成豆腐盒备用 第三步 起油锅至六成热时 将拍好粉的豆腐盒 入锅炸熟至金黄 取出备用 第四步 另起锅 炒香肉末 下葱姜蒜末炒香 再加蒜蓉辣椒酱 蚝油 水 调味后放入豆腐盒 烧透入味 水淀粉勾芡即可 好 哎呦 这一大块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个各吃的那种小粥 还合适是不是 对 应该说 这是很香的一道菜 没错 用香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胡椒那种重重的胡椒味 超爽 我还很少吃到这样做的豆腐 一般就是炖豆腐 煮豆腐 鸡刨豆腐 这样的滋味还是 跟那个豆腐箱子有点不同 我从来很喜欢 它豆腐箱子里边的馅儿呢 它是已经炒好炒熟的 对 那咱这个呢就是 直接夹进去了 嗯 哇 别以为这么厚的一块豆腐里面没有味道 我跟你讲 里面有那个胡椒的味 外面还有那个烧汁 全都入进去了 嗯 表皮脆脆的 很好吃大厨 嗯 谢谢谢谢 我们还有一道牛棒